半導體耶 現在是台灣之光 我們的護國群山耶 現在面臨一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是真的很難解決的 缺水的問題啊 對 缺水的問題 等一下我們再來聊 我們今天先來從一個議題先聊 想不到女生當部長 有她柔軟的一面 最近藍營很多人就酸溜溜 就說什麼呢 就說哎呀 你那個陳時中 怎麼會比歐美啊 好多國家的領袖 總統還要厲害 BNT還願意跟你談那500萬劑的疫苗 當然講得很酸嘛 結果呢之前不是很多人說 那我們就用晶片換疫苗嗎 之前我就跟各位說 任何一塊晶片 任何一個疫苗 它都是有訂單的 那個是上面都有人訂走的 不可以這樣換 要一碼歸一碼 但想不到喔 這是我們的部長 美化部長真厲害 我上週不是跟各位談論過嗎 我說全世界 只有我們台灣人這樣吃苦耐勞 什麼叫吃苦耐勞 朋友需要晶片 我們在不影響別人的出貨的情況之下 我們幫你調產能 然後不眠不休幫你做 做完了之後 人家拜登吃規矽 派出頭 特別還寄了一封信 電子函先到 那時候很多人還說 哎呀這假的啦 那有可能 後面人家還確實嘛 但我們說 女生當部長 真的比較柔軟 他說什麼呢 今天報紙就說了 說朋友之間互相幫忙嘛 對不對 我們幫各國我們的有國 其實就美國嘛 幫助他們的產業的良性的發展 但是他後面又說了一句話 哎這句話就好玩囉 他這句話就說 可是我們台灣沒有疫苗 那我們如果這些半導體的員工 如果染疫的話 工廠就要停 這樣也會影響出貨啊 哎他這句話說完之後 有趣囉 官員的這句話 採購疫苗有補了 所以要跟各位說 有時候說話慢慢講 其實女生溫柔 有他溫柔的一個力道 有時候大家在那怕怕就用 哎呀你要東西要給我要給我 他就說 哎呦我們工人要生病的 官場的 你們就拿不到晶片了 哎這就真的好用 這免禮針 一講了這個 這個拜登馬上想 哎對這話有道理 對啊 那當然後面疫苗會怎麼走 我們要來看 但目前我們大概粗估一千八九百萬劑 後面會慢慢有 疫苗這問題大概可以慢慢解 所以再來的不知道的話 中低度的很多的盟友 可以慢慢過來 到底明年春節能不能開 我們再來看 但台積電最近放話了 最近包括了美國 日本跟中國大陸 很多那些所謂的媒體分析師 都在講啊 就說哎呀你們台灣 那個半導體沒那麼厲害了 其實是因為大家怕訂不到訂單 所以呢 他們就overbooking overbooking就是過度下單 那為什麼怕過度下單 怕拿不到單嘛 那最近台積電他就說囉 他說什麼呢 他說如果真的景氣復甦的話 你過度砍單 最後會回不來喔 那為什麼要這個地方先說呢 2020年汽車業 那時候自己嚇自己 哎呦我的景氣不好耶怎麼辦啊 他們這樣子訂單沿路砍一砍 2021年全球目前估 在1月初的時候估要少400萬台 那最近說了嘛 慢慢緩解對不對 但又齊你知道嗎 還是少了96萬4千台的供應 所以包括了美國 包括了日本包括德國 他們其實經濟的部分的話 沒有預期中想像中的好 那如果說客人要過度砍單 他們說砍了可就回不來了 那最近網路就在大混戰了 為什麼呢 因為台積電喔 台積電過去 其實國內的股東沒那麼多 可是最近國內股東數喔 超過80萬人了 超過80萬人了 而且這當中有一件非常有趣的現象 大概只有台積電會有 為什麼呢 台積電的零股 就是他持有是不到一張的喔 他持有零股的股東 居然比正常的股東人數還多 52%通通是零股的 那代表很多現在很多那些小朋友啊 很多人他就想說 我就多多稍稍買一點嘛對不對 買不起我買零股 對那買零股呢 最近網路就在大論戰了 就說台積電到底是誰的 那很多人就說 那台積電當然是外國人的啊 人家外國人買比較多 很多人就說 沒有啊台積電是我們的啊 但我其實我結論是什麼呢 我的結論是台積電是大家的啦 為什麼呢 只要你有需要 你下單給台積電 那台積電他在我們台灣 創造出該有的一個經濟成長 然後呢 也幫我們國內的房地產業 很大的一個注意 重點是這些工程師們 他們每個人能夠成家立業 能夠讓台灣的經濟根基更好 這個很重要 但我們現在來看喔 台積電到底是誰的嗎 說實在話台積電 如果有賺錢的話 多數是外資賺的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這個餅喔 這個餅超過七成五 接近七成五都是外資 全球的外資啦 新加坡的投資機構啦 阿拉伯的投資機構啦 美國的那些所謂的退休基金啊 美國的ADR等等 那我們說80萬股民散戶在這裡嘛 那政府也有一部分的一個所有權 所以當美花部長說 幫幫美國吧 幫幫德國吧 幫幫盟友吧 有沒有調呢 真的是有在調 但我要再說一件事情喔 台積電所有的決策 嗯 所有的紮根 所有的想法 全部都是台灣 而且再跟各位說一次 台積電他的技術 為什麼美國來到這個地方 對台積電他無可奈何 因為台積電的技術是來到這裡是他自己發展的 他沿路走走走走到後面的時候 他發現不能夠靠別人 只能夠靠自己 這一點很重要喔 為什麼呢 因為後面美國他們發現 連美國都走不下去 美國就是在三年前開始碰壁 然後全世界最先進的場 新加坡2019年開始做撤退 現在就只剩台積電跟三星在拼了 那台積電這一波 他們因為晶圓代工在做漲價 開始出現的連鎖效應了 過年前我們就跟各位談嘛 車用晶片在缺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如果在過年當中 有看到我在吉他平台所說的 我就有跟各位談論到 車用晶片當中很多的一個公司 他們大概年後的營收獲利都會往上走 那目前來看那些公司也都 最近也都漲不少 最近義龍店的董事長 葉宇浩董事長他也說囉 他就說訂單真的接不完啊 所以訂單接不完 你知道又期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事 不報價 不報價 對 因為他們就說 我們對外就不再報價了 我現在的單子就做不完 做不完 我做不完 我再接受報價也沒有用啊 最後會漲價 會漲一點點 那台積電呢 今天他們又拿到了 超過90億以上的資金 為什麼呢 台積電有一個轉投資小經濟 叫彩域科技 這個彩域科技呢 他們最近開放 只開放給大額投資人 240塊喔 講起來很貴 對 國內受險瘋搶 當然搶啊 台積電的小經濟耶 台積電的小經濟 過去市場的一個慣例 他們只要推出來之後 三年大概都會上漲兩倍到三倍 所以目前的受險部位是在瘋搶 但是我認為台積電真正厲害的地方 我們剛開頭跟各位談論到的 台積電真正的厲害的地方是在動機未來啊 這一波淡化加這一塊 對 很多人之前都想說 這個真的有用嗎 這個三代晶片淡化加以後 真的會市場的需求會那麼高嗎 我問各位 去年我跟各位說的時候 很多人還說真的還假的 後面有股票已經上漲了兩倍三倍了 現在是不是大家都在買 最近很多的手機很多的電腦出來 不掛街頭了 那為什麼不掛街頭呢 因為現在新的科技 那個街頭速度可以很快 那很快你自己公率你自己設定嘛 我家裡面有幾台 我就自己做我需要的嘛 但這個只是小菜 為什麼只是小菜呢 未來電動車那個市場需求才是更大 那最近台積電他就加碼 買進了16台淡化加的一個設備 這個很重要哦 為什麼呢 別人都買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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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之前先買八台 他先買八台呢 你這個買來之後 你要自己有金元才有用啊 你不能說我今天買一台機台 我又不可能無中生有對不對 台積電加碼了16台 但重點是包括了納維 一霸半導體英飛零 現在已經說了 為了電動車的市場來做佈局 現在歐洲一看 哇真的是快哭了 為什麼呢 越拉越遠啊 之前我們就想說 他們能不能自己蓋一間廠再追 那自己蓋要時間 機台也買不到 但台積電到這地方雖然這麼棒 台灣的台積電 聯電世界先進 利基電等等 不是沒有隱憂 最近啊 糟糕了 為什麼呢 水車的噩夢在起了 2017年啊 那一年就出現缺水 水車價格 又請知道那一年漲幾倍嗎 漲幾倍 水車的價格從一台一萬五千塊 開始往上堆疊往上堆疊往上堆疊 搶到最後曾經最貴的時候漲到10倍 哇10倍啊 就在2017年 那今年是2021對不對 現在才2月底再來要進228 每年的2月到4月是台灣最乾的一個時間 幾乎不會下雨 那不會下雨只能夠求春雨會來 颱風會來 美雨會來嘛對不對 那目前來看的話希望它會下雨 但現在呢水車已經開始在訂了 那現在呢 台灣的各大廠面板廠啊 半導體廠都已經說了喔 他們現在都做好了節水的一個設備 為什麼呢 這個也要謝謝台積電 台積電過去他們一滴水當三次來用 所以他們一年省下三座寶山水庫的水 目前寶山水庫的水雖然不太夠 但各廠發現 欸台積電這麼做 雖然一開始要花很多錢 但後面對公司的長期利益是有幫助的 所以目前的半導體廠所說了 雖然水不夠 我們短暫節省的用 還是可以往前走 這個就是台積電所做下來良好的典範